哈喽,你好,我是小花 欢迎来到你和我的阅读时光 如果你喜欢我的音频的话 可以帮忙订阅分享,按赞一下吧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文章名字叫 没有很善良,只是太会装 作者,紫珊 看过这样一段对话 为什么不让别人看见你善良的一面呢 因为如果他们看见了 就会期待我一直是善良的 善良太久了,真的会累 想到周围人的期待,亲朋好友的眼神 居然一次脾气都不敢发 没有别人眼中那么善良 不是天生好脾气,你也会有情绪 有时想想是自己太擅长伪装了 是不是有一瞬间 笑容会突然僵在脸上呢 电视剧《新平乐》播出不久 演员仁炳和他合作的编程一块直播 本来是为了增加人气 编程全程心不在焉 还冷着脸插缝怼他 谭吉出印象,他面无表情地说 不怎么好看不怎么高 平平无奇的一个姐姐 人蜜说有机会跟他再合作很开心 他扫心地接道 应该大概率没有什么机会啦 听着人蜜介绍自己天天泡脚 编程一脸认真地说他脚臭 刚二十岁的姑娘被他攻击得体无完肤 再加上那只小白眼 人蜜眼泪差点掉下来 面对镜头还强撑着微笑 下脸的确好看 但不是轻易就能做出 总会有时候我们想让所有人满意 为不属于自己的观众 演着不擅长的人生 剩下的只有疲累 碧飞鱼和潘向霖是两个要好的朋友 最初碧飞鱼居高领下的样子 其实很惹他烦 听说潘向霖得奖 碧飞鱼没有祝贺 反而告诉他自己也得过 还叫他领奖时注意态度 平常聊天也是 你小的吧 你听我说 挂在嘴边 聚餐时 潘向霖肚子都饿了 他还偷偷不觉 听着你小的吧 实在不痛快 潘向霖回嘴道 我不小的 说自己要吃饭去了 慢慢的碧飞鱼温和很多 也有了分寸感 两人越发熟络起来 即使每一天微笑 不怒不火 你也无法取悦所有人 有多少朋友 谁能理解你 也不诠释你说了算 情绪不是无理取闹 就一定有道理 藏下一次两次 留点面子 是成年人的本能反应 但如果累了 又偶尔发发脾气吧 至少表现出来 说出来 也能轻松一点 不是那么温和 只有一点好处 笑不出来就不笑了 有网友说 他从有微信以来 没有扇过什么人 却义无反顾地 拉黑了一个 认识两三年的朋友 公司当时招人 他就把消息告诉朋友 不光帮着内推 还挤时间 给人家改简历 人家一个朋友联系过 觉得不满意 就没有再回信 朋友却不高兴了 赖着他 让他负责 还大骂他们公司 一看就是撑不了多久 再到后来 又说自己 不是要找工作 更不吃人挖 像是去他们公司应聘 是给了他面子 网友懒得理那朋友 朋友却开始指责 他逃避问题 忍无可忍 他点着拉黑 不久后 收到朋友短信 你还好吧 是这事 牵扯到你了吗 我们不至于 为这点事情有劲吧 他丝毫没有心软 还告诉朋友 真正拉黑的原因 只是确定了 彼此不是一路人 没有嫁回来 人和人之间有了矛盾 五十人劝你大度 说句软话就算了 但只有你自己清楚 对方值不值得 即使习惯与人为善 道歉的话 要不要说 是你的决定 面前的台阶要不要下 你有权力决定 张少涵复出后 昔日的闺蜜范伟奇 几次想跟他和解 他却一直不回应 反在台前直说 我凭什么要原谅 生命时被家人诋毁 张少涵最难的时候 就是这个他姐妹 撬走了他的助理 截胡的广告代言 到处说他的不好 他不是冷血 跟阿娇互相扶持 在吴西风 不堪网络暴力时 站出来力挺 是个温暖的姑娘 但就像他说的 选择善良靠近一个人时 对方不是如此回应 也就懂了 不是每个伤痕都能愈合 也不是每一段恩怨 都必须要和解 因为有些原谅 没那么简单 有些和解反而更难受 如果觉得痛了 偶尔也刀刺着一把 至少身上的伤还能少些 不是特别宽容 只有很自然的共情 说不出了软话就算了 过分的大方 想戒掉就戒掉吧 不是不幸助人为肉 只是不再想自己痛苦 换来两手空空 有一个几乎上的大V 外向的孤独症患者 从来都是好人典型 孝顺大方 友善给他积累了不少口碑 就为了送老妈的同事们回家 到来都去 他自己凌晨一点才到家 弄得疲惫不堪 工作中逢人叫哥 姐 家里的土特厂都带去 常发红包 到有了利益冲突 更是都让给别人 后果确实 手下同事越来越懒散 工作没法开展 他不敢说 也只能自己冷 现在他懂了 偶尔大方几回 多数时候只守着本分 也有人开始说他严厉 但实际上舒服太多 工作也能确保 按时爱恋完成 就像心理学家 伍志宏说的 心理健康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而一个常见的代价是 我不再是众人口碑中的好人 做别人这里的好人 不是容易的事 但是取悦自己能活得自在 更不简单 能在自己舒服的情况下 尽量友善 一定足够 月云鹏前阵子自爆 跟一个同学断了交 他当场给对方一万块钱 这辈子咱们俩算了 最初 同学跟他说 家里人生病 想着救急 就借了几万出去 可同学 每次还钱 都要借走更多的钱 还五千 能再借三万走 越想越不对劲 打听了才知道 同学天天和人打牌钓鱼 也不干活 月云鹏才终于死了心 他可以不万事恩 对自己的姐姐们 也只是接借又是送钱 但帮人 没有为消耗自己的 不管穷还是富 是否心善 慷慨都是有限度的 那些无理要求 该拒绝就拒绝 让你难受的大方 该舍弃就舍弃 至少心里舒服自在些 别人会不会非应 由不得你 口碑是否依旧 相信自有功断 没那么慷慨 只有一点友善 帮到自己别扭了 也该放手了 善良到始终如一 时时刻刻为别人着想 毫无疑问是好事 但这不是任何人的义务 你可以选择将善波散开 也可以在某个瞬间 突然不想假装 因为真正的开心和微笑 不委屈时选择和解 觉得自在满足时 选择会及别人 觉得不舒服时 把那张臭脸放出来几分钟 发发牢骚 你不必一直憋着 善良虽然免费 但并不廉价 他对谁都很珍惜 以至于每个人都那么点 只会在值得的时间 留给值得的人去浪费 在此之外 你也会难过 也有自己的脾气 希望你不做别人眼中的善人 祝愿往后的温柔 也有力量 朋友当中有一种说法叫 合得来不合得去 有很多很多人都会利用你的善良 不停不停地消耗你们之间的友情 当然咯像我的外婆从小教育我们 对于人和事和物都要多忍让 然后多迁就一点 因为别人理解的层面可能跟你不一样 但是我觉得 回到一个年纪 老一辈的想法虽然没有错 他没有错只是在一个层面上的 因为有很多事情都不能用忍让来解决 也不能用善良来解决 就好像曾经有人跟我借过钱 然后每次都会还 只是一次一次还的时间越来越晚 到后来有一天我发现 其实他只是跟我借了钱之后呢 就还给另外一个人 借了另外一个人的借的钱呢 然后再还给我 就一直一直这样的循环 到最后他的问题没有解决 然后我也觉得我的善良 好像毫无意义口言 我觉得这样的事情没办法做下去 因为你该认真去工作 通过收入 然后来换学到你需要去花费的东西 当然我也知道 他是因为母亲比较困难 他母亲住院 照顾需要花费很多的高额的金钱的部分 但是有很多的没有必要 他说服不了他的母亲 他的条件不允许 他的母亲需要高额的看护 他要住在非常好的那个房间里面 当然开销就大了 你不能觉得这个问题 他连自己吃饭都是问题 可是依然没有办法解决 最后一次他跟我借不到钱了 他就跑去跟其他人借 当然了还是最后一次 也不知道跟我借不到钱 最后一次我就很明白地告诉他 他当时跟我借的是五千块 台币 我当下就直接说 我给你一万块 我不会再借你钱 你也不用还我 然后就过去了 大约有四五年的时间吧 没有再联络 有再遇到再说些话 大家都没有再提起这样的事情 也不可能跟我再借钱 就是普通的问候 你好还好吗 之类的 没有了 也没有什么其他太多的事情 然后 虽然不像有劲 但是就是不来往 所以我还蛮赞同 文章的标题叫没有很善良 只是太会装 就是我们在遇到很多事情的时候 都只能笑一笑就过去了 可是 不是每一句对不起 都能换来没关系 所以希望你做个善良的人 然后再是要把善良留给值得的人 希望今天的分享对你有帮助 那么明天就会再见啦